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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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可以說火災最大的 王姓六十四個 兒子在那裡做廚師 女兒子不出王姓之後 真的 我那時候真的兩三個月都不睡 就要憂鬱症了 還好有很多師姐這樣 都來關懷 我最感恩的就是困難思過 他不管是卡在那裡說 爲主啊我們來打 有時候我不會把他打開 然後他又說 要讓你開車 你不來還要誰去 很感恩他那段時間帶我出去 因為兒子要買王姓的真正 他就要教我打沙拉 我說啊 靈異了啦 他走之後我才知道 沒有那個靈異了 所以上人說要把我當下 這幾個月我就把他拿掉 現在我就讓孩子教我 切水果這個我就跟兒子流下來 那幾水果多 切水果的時候都有用 然後我們有活動什麼 水果多擺 是一個大家看到說 是不是可以跟他們分享 我就想說這樣也是好啊 我就用切水果這個來 照我們社區的菩薩都可以出來 九十三年這個推動 心事實疑 我們的協力幹事就一直說 我是不是可以跟人家出所 跟人家分享 我就想說 我們如果會跟人家分享 就是做武器的因 這樣我要跟人家分享 來做做事 經常都在電視看上人說 經是路啊 我就想說 如果我可以再炒起來 阿司長說好 他要把我用一台電腦給我轉用 我會跟人家分享 我覺得電腦實在很好 因為每天上人的話 每天炒你又聽過 你又可以炒起來 我們又比較入心 像少年時時 就是在我們的生活邊